現在中國大陸的航天科技是這30年來 三代航天人自己建立起來的 沒有一絲一毫的關鍵技術 是來自於美國跟西方國家 美國的管很寬 管很廣 他覺得太空一直都是他的 忽然之間別人也可以登月了 那當然對美國來說當然暴跳如雷 長河8號2028號上去 2030就真的要送人上去了 到2035年月球科研戰就建立起來了 這些國家通通可以共享 好這一節我們來關心中美俄的航空事業 根據了大陸官媒的報導說 中國國家航天局在9月24號宣布 完成了長河6號的任務之後 中國探月工程還將會透過兩次發射的任務 為國際月球的科研戰來打下一個基礎 那最快會在2026年就正式的來執行 它的第一次發射任務了 就在近日的時候我們也觀察到 長河6號它的月備圖樣本 終於是首次的對外公開了 跟先前的長河5號來做 它的樣品上面的比較 長河6號特別提到說 月備圖它的樣本上的樣品 顏色看起來是比較淺的 密度更小還有顆粒複雜 接下來的計畫是什麼 2026年會發射的是長河7號 跟2028年接下來會有長河8號 好我們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特別提到了 他說探索浩瀚宇宙建設航天牆國 是我們不懈追求的航天夢 我們現在看大陸的月球探索 是不是可以說準備就緒 委員來幫我們做分析 大家如果看一下中國大陸的月球探索計畫 它分成三個步驟 他們叫做第一是探月 第二個是登月 然後第三個是駐月 這三個是不同的階段 所謂探月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 這個長河5號長河6號 接下來長河7號跟8號 進行這個月球的探索任務 那麼在探月的過程當中 其實中國大陸在長河6號的這個 這個任務裡頭就已經達成了 非常令人驚豔的這個成果了 因為畢竟所有對於月球 進行探索的這些國家 這中國大陸應該是首先 第一個能夠在月球背面取得土壤的 那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這要克服很多通訊上的問題 所以中國大陸當時在做長河6號任務的時候 就已經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步驟 包含發射了什麼中繼通訊的衛星上去 去改變改善這樣的狀況 那當探月能夠完成的任務達成的時候 它當然下一步就要登月了 所以中國大陸最近就宣誓說 他們接下來的目標就是要登月 那登月當然立刻就威脅到美國的霸權 美國的太空霸權 就是大家印象深刻的那個美國 那個太空人登陸了月球 在那邊月球留下了關鍵的腳印 還插了一根棋子 那這代表的是美國的太空霸權的象徵 從那個時刻到今天 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可以撼動美國的這樣的一個歷史地位 但如果今天中國大陸能夠成功的 順利登月的話 那對美國來說 這當然又是另外一個沉重的打擊 尤其是我常常講 美國的管很寬 管很廣 它覺得太空一直都是它的 忽然之間別人也可以登月了 那當然對美國來說 當然爆跳如雷了 那當然如果當你登月可以完成的時候 下一步就是駐月了 就駐月就是另外一個階段的事情 就是要在月球表面上興建太空站 讓這個人類能不能居住 這個太空人能不能居住在那個太空站裡頭 那你說這個意義重不重大 這意義也不能說不重大 因為其實月球的很多的研究到目前為止 對人類來說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那月球表面上有一些 不同的這個礦物質 不同的原料 那麼對於未來人類的發展有沒有任何的幫助 也沒有人說得個準 那你更不要講說 像我們看到的這個嫦娥六號 為什麼要在月球的背面 去取得這個土壤的原因 是因為月球背面有一個很大的隕石坑 那這個是有助於天文學他去研究一下 當時月球背面的隕石坑 是被什麼樣的小行星撞擊到的 那所以這些東西其實 對於全體的人類來說 其實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那麼因為人類能夠登月 越來越方便的登月 然後接下來如果你可以駐月 然後在月球上運用月球的資源 對人類來說是沒有什麼不好的事 可是對美國來說是不好的事 因為美國總覺得月球也是他的 所以呢 他的人第一次登月了 憑什麼中國大陸可以登月 如果今天中國大陸還比他先一步去駐月的話 那還得了嗎 所以其實你看到中國大陸的 這個所謂的航天計劃 講話講得最難聽最尖酸刻薄的是誰 就是美國 就這種就標準的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酸的心理 那然後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其實我一直強調說 發展航天科技真的很不容易 我剛才說過高鐵 航空母艦 航天科技也是如此 現在中國大陸的航天科技 是這三十年來三代航天人 自己建立起來的 沒有一絲一毫的關鍵技術是來自於美國跟西方國家 好 所以剛剛提到三步驟嘛 委員幫我們看到探月登月跟駐月 我們現在講第二個就是探月 現在中國是計劃2030年實現 中國人他說一定會站在月球上面 再來就是駐月的這個計劃 未來是不是能夠在上面仲裁 而且還能夠有這個無線網路等等 說2035年要在月球就會有無線網路了 周老師怎麼看 好 我想一個美好的願景 總是能夠激勵人不斷的去努力 那現在的確有的估計 有的科學家是估計說 到了2030年 或者從現在開始大概十年內 是有可能實現讓人類移居到月球去的 那有進一步的這些 下一步的這個目標應該是幾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現在月球已經發現到有一些洞穴 而這些洞穴被認為是最有可能會是一個 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但這個洞穴裡頭的情況到底如何 現在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探索出來 所以第一步當然就是能夠有 能夠把人送到這些洞穴裡頭去 去探索它的這個情況 能夠找到說在月球的這個上面 是不是它的一個生存環境到底會是如何 那這些洞穴其實是從月球表面再往下 大概有十多公尺 大概一百公尺左右 所以你不是只是人下去 它可能還需要特別的設備 然後讓它能夠下去 又能夠上來 而且它裡頭的環境如何 你還需要有一定的這種探索 第二個就是在於說 你要讓人能夠進入這些洞穴 你還要建立另外一個條件 就是說人這個到了月球表面的人 能夠先克服月球表面一些不適合人活動的 這些有毒的氣體 這些它的整個大氣的環境 那所以這兩個部分的技術應該是很難的一個 應該是有一定難度的這個關卡 我想不是就是說全世界各國其實這些 尤其是探月的這些領先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包括美國 大概都是要克服這些問題 如果這些問題能夠克服的話 我們大概很快 我們大概就能看到就是說 這個未來人類移居月球的一個具體的方案 跟步驟到底是怎麼去前進 好 現在太空領域尤其是談到月球是美中領先 那現在我們再把這個俄國的角色一起給拉進來 在這個中俄目前有了這個國際太空的合作版頭 現在在全球正式的擴大當中嗎 我們先來看到幾個合作的協議是 中國國家航天局跟塞內加爾航天局簽了 是關於這個月球在國際上面的科研站相關的合作 另外也是同樣是這個相關的協議是 另外一個合作計畫是深空探測實驗室跟瑞士 塞爾維亞跟阿聯酋印尼等10個機構一起簽的類似協定 再來看到俄羅斯的部分 它現在也是積極在發展太空領域的一些進度 看到是一艘俄羅斯的聯盟號太空船 它有這個載著兩名俄羅斯人跟一名美國人 這當中兩名的俄羅斯太空人到了國際太空站之後 竟然在上面停留時間高達了374天 那回到地球了在9月22號正式的降落在哈薩克 也結束了他說破紀錄的一個停留最長的紀錄 現在我們來看到是國際的月球科研站 除了中俄之外加了10多個國家40多個機構 中俄Plus的這個團結力量 現在對上美國單打獨鬥有沒有機會 我們來請華乾哥帶我們看 所以剛才大千講的對啊 太空都是你的 我們都不能夠參與 我們也不能夠插手 早在2017年啊 中國就已經發展了像這種叫什麼 深空探測國際會議 深空探測國際會議就是希望全世界都來參加 它接觸的這個目標跟重點是什麼 就是共有共建跟共享 只要你有這個 就是說這是科研的基礎 而且你有意願來參加的話 我們都開放 我們全部都開放 所以國際上大家那時候就有 十幾個機構就加入了 而且國家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不管你有錢沒錢 大陸的航天局都是態度都是開放的 就可以讓你進來 所以剛才講的那麼多國家 瑞士啊 它是西方先進國家吧 對 還有塞爾維亞 它可能沒什麼錢 它還有另外一個很有錢的 個阿聯遊 那什麼國家都可以啊 只要不是你美國北約體系的國家 如果你願意都可以來參加 所以塞內加爾在9月5號的時候 你想想看它是一個非洲的國家 它是跟你大陸可以簽這樣的約 我沒有排除你是是什麼 第三世界國家 只要你願意來跟我們簽這個約的話 你可以共享升空探測的 所有的實驗室的這些資訊 那他們還有六大合作倡議 比如說什麼聯合的論證啊 還有任務級啊 系統級啊 分系統級啊 還有設備級啊 你要參加哪一集 你選 我們來協助你 你可以參加哪一個級別 你可以發展什麼樣的 跟太空有關的級別 我們都可以來幫你忙 這不是我中國航天局在主導 而是我中國航天局 成立的這個設施跟條約 讓大家一起來參與 當然就是以中二他們的科技比較先進嘛 所以說有十個國家跟四十多個機構 都來參加了 他們是希望什麼 剛剛我們都已經講了 大先文言也講了 你嫦娥7號2026要上去 嫦娥8號2028要上去 2030就真的要送人上去了 送人上去了 就開始要送設備上去 這些國家通通可以共享 到2035年 月球科研戰就建立起來了 當然你要知道 這個一步一步是很艱辛的 為什麼 因為重型裝備要開始上去了 對不對 然後到時候 中國的火箭科技 絕對超過現在的獵鷹載重火箭 就是馬斯科的那個獵鷹載重火箭 那一定是超過了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深空探測計畫 一定指日可待 而且中國是一步一步走 是踩著穩穩的腳步走 他們也不會說突然貿然的說 要發動很大規模的 耗資勝距的計畫 是一步一步來的 所以我們拭目以待 他一定會非常成功 好 接近我們來關心的是 這個太空競賽 大陸首次超越美國嗎 我們來看到的是 由大陸的中科院國家天文台 李春來 還有中國探院與航空航天工程中心的 胡浩跟北京控制工程的研究所等人 所領導的聯合研究團隊 在17號中秋節這一天 特別在這個國家科學評論上面 公開了首篇研究論文 電容特別闡述了說 返回來的樣品的這些物理 礦石跟地球化學的特徵 這次月背上面 圖腦解密的一些重點在於 和月球正面的圖腦有著巨大的差別 他特別提到了說 在月背的圖腦 具有較低的密度 結構也比較鬆散 跟孔隙率較高等等 當初中國大陸的嫦娥6號 帶著月球背面的圖腦樣本返回地球 歡迎各國參與研究 但另一方面我們知道 美國設下了這個沃爾夫條款的禁令 不能一起參與研究了嗎 委員怎麼看 要怎麼研究啊 這個說來話長 在歐巴馬時代有美國人提出了一個 在美國的政府預算的夾帶的法律 叫沃爾夫條款 這個條款禁止美國的NASA 跟美國白宮的科技辦公室 這兩個單位所使用的預算 跟中國任何科學機構來合作 除非得到美國國會 或者政府的特別的受選跟同意 就經過這麼一端來 曾經修路過中國的科學家 在2013年 有六個中國的天文科學家 接受美國的大學邀請到美國去訪問 他竟然不讓他進入會場參加會議 所以裡面什麼多了不得的科學機密 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美國這個國家現在出現一個問題 很多精英都是了不起的科學家 但是很多愚蠢的人都跑去當政客 尤其在選總統 官位越高的人越愚蠢 所以這是美國一個雙嚴國家的一個現象開始出現 雙嚴國家是一個政治經濟的理論 就是說有一群品性很差 素質很低的人 會在政壇上冒出頭 那其他人 良幣就會跑到其他的行業裡面去 所以這種叫做雙嚴國家的架構在美國就出現了 那這樣的一個沃夫條款 美國的科學界是罵聲連連 可是美國的政客是堅守不放 只有一次放行的例外 就嫦娥4號 嫦娥4號的時候 唯一的合作就是說 美國可以用衛星來監視 幫忙監視 這個嫦娥4號在太空中運行的狀況 也僅此而已 如此而已 那現在中國不靠美國 然後有一段時間他們還指責中國說 你是偷竊我的自衛財產權 這兩年好像沒聽到了 僅幾年都是這麼喊 那現在中國的不管是在學術論文 或者實際上的太空科技的發展 都能夠到月球的背面去取得圖廊 回來做研究 美國的所有科學界當然很希望 因為他們從來沒看過月球背面的圖廊 不曉得月球正面的圖廊跟背面圖廊 有些什麼不同的差異 因為人類從來沒看過月球的背面 所以他們希望找到這樣的一個樣本 中國也沒有說不給 也沒有說要給 中國的態度就是說 那你來跟我要我再考慮 美國人就拉不下這個理 但是美國是有準備要向國會申請 批准 那現在正在選舉 怎麼誰會批准你 所以這個事情就割下來了 這個是美國自己出洋相 因為美國剛開始的時候 不讓中國參加他們的太空戰的計畫 那不讓他們參加他們的各種太空活動 學術會議 甚至於曾經有一度好像在2021年吧 當時有中國的科學家已經接受到 這個美國這個學術界的邀請 要進入美國就不發給簽證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美國這個用這種東西想要限制中國 只會讓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洋相 好 我們看到美國早就對中國寄出了各種限制 有關於在美中在月球的競爭 等下前賴老師持續帶我們看 我們先來關心這個波音的星際飛機 到現在呢 其實兩位太空人都還在上面 但是他這個已經成功在美國的新墨西哥州的沙漠著陸了 重返地球 而一氣在國際太空戰的兩位太空人就說 內心真的是百感交集 本來是八天的這個行程 結果變成八個月 也不能過中秋節 將軍怎麼看 我認為他們的數值還算不錯 但是問題是八個月太久了 我們八個月 這個太空站將近一個半小時是繞地球軌道一圈 然後一天有24個小時將近就要繞18圈 然後八個月是240天 那240天的話 他總共要繞地球4320天 他每天都看日出日落 因為他沒有相關的科目要去做實驗要去做 他本來就是8天 就是這樣 因為就是這樣 那只能在那邊自己玩線上遊戲了 或者收視一些新聞 也只能這樣 不然怎麼辦 而且在太空站 生活實在不太好過 因為所有太空人幾乎都是睡不好 因為太空上面那個噪音 我們知道那個電器設備就在旁邊 而且它是 我們講的 人是失重的 在臨重力狀態下不好入睡 要拿皮帶 就是一個彈簧皮帶把自己捆住 有點類似 你就有地性引力 其實把你捆在那邊 要不然你是浮動的 你左轉右轉都是浮動 是沒有認為約束拘束的 是這個狀況 所以它的條件跟在地球上是完全不一樣 那它經過八個月的翻證 它都會有骨質疏鬆症 因為它整個的八個月 是臨重力 它的骨頭的狀況都會不一樣 那這個是非計劃的 如果有計劃 當初說你要等八個月 它心理上是有譜 現在是不是的 八天變八個月 你叫它在心理上怎麼去調適 時間上怎麼去打發 環境上怎麼去適應 你都跟原來的所想到的 當初所想像的這種心理上的狀況 是不一樣的 你要重新去適應 所以它當看到這個太空船 這個星際飛船 離開脫離它的太空 這個太空站之後離開的時候 它當然百感交集 因為我本來可以回去了 但是我現在還是不能回去 因為這是載物的飛船 不是載人的飛船 它是有相關規定的 按照標準作業程序 載貨物的是不能載人的 那它也只能目以目送它離開 那它又要繼續待在上面 是蠻孤單的 因為就它們兩個 只能透過視訊的畫面 跟地球人類做聯絡 其他各方面 那只能在上面打發時間 也並沒有賦予任務 賦予實驗 或有一些相關的這些工作任務 要去執行 那它也只能 只能在這一方面 心理素質要好 好 看完播一 我們再來看這個美中爭霸 在月球上面的這個大格局的計畫 現在中國大陸接下來還有 長的7號跟8號探月計畫 是說希望能夠目標 在2030年之前達成 另外就是NASA也非常擔心說 中國一旦搶先會把月球南極 視為自家的領土 當然中國是批評這樣的說法 請問賴老師怎麼看這一場 美中爭霸月球的競賽 我個人推斷是美國沒有辦法 在2026年如期的完成 因為美國的計畫做出來 往後推延就是變成一個常態 但是中國大陸的計畫做出來的時候 它就一定會如期 只會提前要不就是如期完成 絕對不會往後推 這個是歐洲的太空總署 他們的負責人 他們對外發言的時候就強調 他們為什麼要加入中國的太空計畫 登月計畫這個部分 美國一直給他的盟國施加巨大的壓力 也就是說希望他的盟國 都不要加入中國的太空計畫 但是這個部分裡面 中國用實力來說話 因為中國的太空的做法 到目前為止在全世界它是最安全的 第二個 它的規劃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 它什麼時候完成就什麼時候完成 所以它是按部就班的 一步一步完成的 所以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跟如期性 使這一些歐洲的美國的盟國 而且是幾十年來的強大的盟國 他們不理會美國的壓力了 目前來說我們看到的是歐洲 第一個就是歐盟 它已經加入了中國的登月計畫 在這一次的登月中 歐盟就加入了 第二個就是法國 法國提供了的儀器 第三個就是義大利 這個是在4月25號當天 神舟10號當時發射升空 大家都還記得嗎 26日還有三名的航天員 陳主呢 入駐了天宮對接航天站 接著真的是馬不停蹄啊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展開的各項的任務 是在7月3號最新這一天 我們來看到神舟18號太空人陳主 終於完成了第二次的出艙活動之後 隨即投入新一輪的工作 重點這一次呢 特別擺在地面科研人員合作 要來完成全系統壓力應急的演練 好什麼意思呢 就是模擬太空站真的遭到碎片撞擊 這一項任務他們把它取名叫做天地聯動 合作的這一項全系統壓力應急演練 模擬太空站在遭到太空的碎片撞擊的時候 還有面臨內部施壓情況的時候 三名的太空人員應該要如何來進行 相對應的緊急處置的流程 換句話說就是在這些深不可測的太空環境中 來測試各種的危機處理的應變相關能力 我們來關心的是神舟18號陳主要在太空停留 目前是說達到六個月的時間 三位都是80後的航天員 全力將太空站現在推升到發展階段 為太空環境的空間作物提供了理論支持 那麼從訓練的編排精準度 張軍認為會如何來平行目前這個神舟18號 航天站的這項任務 我認為也有三大任務 第一大任務是要為2030年登陸月球 那這個太空站是有它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指標 因為在上面整個太空人的訓練 太空人的運作都要能夠熟人 然後到達熟悉到一定的程度 因為畢竟登陸月球不是那麼簡單 已經人類已經40多年沒有登陸月球了 那現在要去登陸月球 還是會有一些風險 那這個時候你是不是要有這些相對應的太空人的訓練 那在天空太空站來做這邊相關的這方面的試驗 跟訓練還有去適應 那將來的登陸的太空人2030年 一定是從在天空太空站待過的太空人為第一優先 那不能說太空站都沒待過 沒太空人就直接去飛太空站飛到月球去登月了 這不可能 一定從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來適應的 從這個地方來熟悉 第二個我認為是它的這些相關的物理跟化學的實驗 因為太空是零重力 那零重力的狀況之下 動物會怎麼樣 植物會怎麼樣 我們在地球上是沒有辦法 因為地球上沒有一個地方是零重力的 但是在太空中是零重力 所以這個地方 在地球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模擬零重力 我們試試看 只有在飛機短暫的時間上是零重力 其他地方沒有辦法 那在天空太空站 它可以長時間的零重力 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看可以觀察動物的狀況 植物的生長的狀況 一般來講我們在天空太空站 因為它的零重力 人會長得快 人會長得高 因為我們看看 為什麼人會垂垂牢矣 除了是骨質的問題之外 因為承受了60年70年80年 是90年的這種地吸引力 人就變矮了 這是因為地吸引力的關係 在太空站不一樣 零重力 你看太空站 那個太空人在那邊待了一陣子之後 沒有回來的時候還長高1到2公分 都30多歲了還長高1到2公分 都早就定型了 那換句話如果是小孩子 讓它長得更快 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有一些 這些我們講的動物實驗 跟植物的實驗 在地球上是沒辦法做 那太空站才有辦法做 然後觀察完畢之後 甚至這些醫藥的化學的 我們講的化學講的醫藥這一方面 可能在零重力這樣 合成是最完美的 因為地球它會有地吸引力 每一個化學物質的比重不一樣 它可能會有一些沉澱的現象 那就沒有像地球那麼結晶那麼完美 可能是這一個 第三個我認為 它現在要去維護這個太空站 因為我們知道 剛才為什麼要出艙 它是出艙的話 我們知道整個太空 將來的太空的碎片 越來越多 因為誰的人造衛星那麼多 不管通訊用的 偵察用的 軍事用的 那麼多 在那飛來飛去 對 現在還感覺到不想 將來會更多 而且它有時候會爆炸 有時候會解體 那這個狀況之下 那會不會造成碰撞 那個速度就是非常快的 這個是 講時速的話 都是一小時上萬公里 如果是講 講那個秒數的話 都是超音速的 我們看現在的 這個天空太空站 距離地球就425公里 它現在繞行地球的速度 是每一秒鐘 每一秒鐘就7.6公里 它每92分鐘就繞地球一圈 你看它速度有多快 地球一圈是4萬公里 你就是它速度那麼快 那速度那麼快的話 那這些 換加上太空的碎片 一砸到那不得了 因為它自己速度就很快 再加上另外一個太空垃圾 那相對的速度更快 那你這個時候是不是要做出艙 你是不是要做修復 甚至有的時候要緊急逃難 要逃生 如果是大型的話 我一撞到你那是不得了 那是太空災難 那是不是要做逃生 那這個話 它出艙的這方面的演練 來修復 來把這些 甚至有一些鬆托的 還有一些相關的這些設備 要去做維修 維保 那畢竟這個是 還有太陽能板 因為它的人員是靠太陽能 那這些都要出艙 你不出艙不行 因為出艙的話 在裡面的是一大氣壓 在出艙是零大氣壓 是真空狀態 你看要怎麼去轉換 曾經美國的太空人 曾經有一次在出艙的狀況之下 快回不去了 因為一出來之後膨脹 因為外面是真空 整個太空一膨脹 快塞不回去了 非常危險 那這個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然後進去之後 又是進入 從真空狀態 回復到一大氣 然後再解除太空裝備 所以是非常複雜的 風險也非常的高 我們這都有栓系 因為不然人飄走了 都有栓系在太空站上面 人在出艙 是這樣 怕人飄走回不來了 是這個狀況 換句話 相關的這些訓練 都是在天空太空站 都要完成 完成相關的才能夠到 到這個 我就認為最重要 就是我剛剛提到第一點 這是2030年的登月 因為這個時候 是進入第二宇宙速度 因為現在只有在第一宇宙速度 因為在地球軌道 每秒鐘7.6公里的速度 那到第一宇宙 第二宇宙速度之後 要加速到 每秒鐘12公里 那更快了 這樣才能脫離地球軌道 進入 往月球奔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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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月球軌道 要一球來捕捉 因為月球的地形力 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它大概 每秒鐘2公里 小於2公里才可以捕捉 要不然會飛出 月球軌道 這方面都要去 去模擬去訓練 那在天空太空站 是最佳的模擬 跟試驗的場所 也是培養登月太空人 最佳的場所 所以在這方面 一直備受矚目 好 在練習這個緊急逃生上面 最終的目的 就是2030年 要實現 這個中國人登陸月球 然後呢我們今天要來 特別關注到 接下來是不是會有 人類太空移民 要實現這些東西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關注 又做了哪一些努力 在接下來的載軌駐留期間 神舟18號的陳主將會展開 總共多達90多項的試驗 這當中包括會達到 要實施六次的載核的負貨物 氣雜艙出艙任務 還有兩到三次的出艙活動 特別要實施的是 國內首次在地球軌道 研究水生的生態 主要以斑馬魚還有金魚 找為研究對象實驗的是 在太空培育脊椎動物 好這個是關於動物方面 剛剛張軍也特別提到 這個動植物都要 所以呢還有植物的方面 要來首次的植物 精尖幹細胞功能載軌做研究 來針對這個植物 進行對重力的一個適應機制 我們現在來看到神舟18號 在太空培養這些動植物 等於是說在為未來的人類 如果我要做所謂的太空移民 來先做準備嗎 居大使如何解讀 當然這個是很多目標中間的一個 對 因為我想就是說 人類的科技發展是永無止盡的 如果在太空上面 這個探索的科技越來越成熟的話 人類可能是可以往其他的星球去移民 去求生存發展的嘛 這以前我們小時候看的很多 那個科幻片 都是在描述這樣一類人類科技的發展 尤其探索外太空太空這種 所以中國大陸事實上 現在是一步一步在實現 人類的這種夢想 探索科技的那個 它的極限的領域 那這些就是說 神舟18號 它這次帶上去的 這些實驗艙的裡面 它有一個項目就是 水生生態研究項目 對 那其實它 其實帶這個水生生態研究項目 它裡面有兩種地球上的生物 一種是魚類 一種是藻類 植物 所以又有動物又有植物 那它是在一個密閉的空間裡面來做的 那麼為什麼挑選這兩個 這兩種生物呢 一個金槍魚 另外一個 斑馬魚 斑馬魚 金魚藻 斑馬魚是動物 那麼金魚藻是植物 其實這兩個有共生的關係 因為它這個實驗在這個太空艙裡面 它必須要在密閉的空間裡面 它不能敞開口 那所以斑馬魚是可以在密閉空間裡生存 而這個金魚藻也可以 在密閉空間裡生存 這是一個條件的問題 然後斑馬魚它可以 藉著金魚藻可以藉著斑馬魚排出的二氧化碳 獲得養分 獲得生長 所以這個是一個兩個共生的 可以在太空共生的一個生物 一個植物 一個動物 那為什麼會 另外會不會講斑馬魚 因為斑馬魚雖然是魚類 可是它是屬於脊椎動物 脊椎動物 所以事實上它在這個科學實驗 尤其生物實驗裡面 它是非常受歡迎的一種魚類 不僅是在太空做 地上上也在做 它可以研究怎麼樣 就是說脊椎動物的發育 還有它有關的基因功能 甚至生物體它再生能力的一種研究 所以它事實上可以 因為它是跟人類比較 人類也是脊椎動物 所以它雖然是魚類 那麼它是有很多研究的價值 科研的價值 那再加上這個金魚藻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事實上這一次神舟18號 只帶上四隻魚 那目前研究的成果還沒有出來 那不過已經有一些訊息 我看已經在注入 就是這個魚在太空的環境裡面 它實際上出現了一些比較 在地球上比較不會出現的一種行為 一種是什麼 它父輩會顛倒的游泳 它會倒過來游 然後它會迴旋運動 然後它還會轉圈 那這種一種變成是一種 定向的一種行為 是比較異常的 這是他們現在發現 當然就是說動物跟植物 在過去一些研究 它在太空裡面會長的會比較大 我看了別的報告 就是大陸之前 戴在太空裡面試驗的一些植物 長得都被地下大了好多倍 那原因可能是因為它是一個 比如說它是一個微重力的一個環境 它沒有這個 它的壓力是不同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它有輻射 在這個太空中的輻射量 跟我們在地球上不一樣 另外溫度也不一樣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其實你把不同樣一個東西 放在不同的環境裡面 那出來了它的成長結果 所以有生命的話 成長結果可能是不一樣 對不對 像可能在我們這個從小 我們在台灣我們叫吃素的小孩子 雞肉可能就沒有給它放到那個 去吃牛肉羊肉的 吃肉類比較多 它那個雞肉比較強壯的 都有可能 所以環境是影響生物的成長 這是一個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定律 所以大陸在做這邊很多的研究 那它是這一次放在這個問天艙 這個是一個實驗艙裡面 它有特別一個實驗櫃 就是在做這一次的所謂的 載軌水生生態實驗研究項目 那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國際上首次實驗的植物 精兼幹細胞功能載軌研究 那目前它的研究成果出來 報告並不是很多 我想最主要這種研究就是 要把這一些植物 它這個幹細胞 它放在太空這個環境裡面 來看看它成長或者它發育 它的整個演化過程有什麼不同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極有意義的 對於人類未來可能就是說 在月球上生存 甚至到其他星球上生存 我想這都是很重要的基礎研究工作 那當然如果說 將來如果說 這個在月球上我們種稻米 那米一顆都是由我們十倍大的化 那說實話 人類的糧食問題可以獲得一點解決 對不對 所以這都是我覺得科學是永不止盡的 所以我很覺得蠻驕傲 就是說中國人在這方面 已經走到前緣了 已經走到前緣了 那這個是炎黃子孫共同的光榮 好 除了做這個動植物的科研有助於未來 實現中國人登陸月球之外 我們也來看中 周風計劃的2030年代 建立一個可以運作的 這個叫做永久性的月球基地 相比太空站的部分的話 這個登月的航天員需要掌握 包括了單周載人飛船 還有蘭月月面著陸器正常 以及緊急情況等情況下的操作 另外一頭我們也來關心到 美國目前也在預計 說2028年就能夠來對接月球太空站了 目前的進度稍微落後 我們請Russ來幫我們看看原因為何 某個程度上是政治的問題 我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如果總統沒有親自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那進展會很慢 如果回到60年前那個時候 加拿地總統說我們10年以內要登月球 我們美國就走到了 但是不管是歐巴馬或川普或甚至拜登 他們很少講到這個議題 所以資源不夠 然後政治也對這件事情 政治人物有點沒興趣 或沒有常常講或施壓 那另外是川普執政的時候 他把部分的資源放在這個所謂的太空軍 Space Force 那美國不管是太空師或太空軍 他們還在做這個資源的分配 這個任務還沒有結束 所以很難給這個 這個2028年的計畫 足夠的資源就對了 政府把資源放在太空軍 那另外一頭這個宇宙任務 就交給億萬富翁馬斯克他的SpaceX的這個計畫 是叫新建火箭 那為什麼國家級的任務 會現在交給一個人來負責 因為過去很多人認為太空師 那就是美國的NASA 做事情太慢也很貴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個概念 就是交給企業界 或許會做得更平靡也會做得更快 但是不一定是這樣 而且我們知道譬如說美國買武器的時候 企業界也是提供武器對不對 但是常常是 delay 也常常是比原來的價格會貴一點 所以不一定把太空這些相關的建設 交給企業界會做得更快或更便宜 那後來發現其實沒有做得到 所以SpaceX這個東西 確實也沒有做到當初預期的嗎 可以這樣說 這個是來自於美國太空總署 在六月底的時候特別指出的 他說中國大陸近期 和法國、義大利、巴基斯坦、歐洲等等 太空總署合作研究 特別是從月球的背面來採集的樣本 但他特別提到了這麼多的國家 但是並未尋找NASA 來一起參加這一次的合作 中國外交部在7月1號的部分 則是做了回應 指出美方 你難道說已經忘記了 當初這個沃爾夫條款的存在了嗎 好沃爾夫條款是什麼 我們來稍微回顧 是當年美國在2011年當時 他通過的這個條款內容是指說 除非經過國會的授權 不然禁止美國的太空總署 使用政府的資金 還有和中國政府和其他組織 來進行任何形式的雙邊合作 好我們看到NASA尋求和中國大陸合作 分享在月球的樣本 沒有想到現在 沃爾夫條款 反而成為美方的絆腳石 是說 美國想卡中國大陸太空發展 難道連自己國家相關法律現在 好像看起來不太熟悉了 怎麼回事 沃爾夫條款 我想這個在美中競爭的這個過程裡面 那我想就是非常非常的在乎的 當然除了科技 當然還有太空 那這個 這個沃爾夫 Amendment 這個協定在過去2011年 就是通過以來 它其實一直都有爭議的 包含在2013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六個中國的科學家 要去參加這個天文學的這個一個研討會 那美方是以這個研討會 涉及到杜勒的這個太空望遠鏡的 可能若干的一些機密 或者是說它的技術 唯由拒絕這六名科學家入場 可是在當時的這個會場上面 有英籍跟美籍的學者 他們是表示抗議的 所以在這個其他學者的抗議底下 這六名中國的這個科學家 後來又重新得到這個邀請 進到會場裡面 那2017年同樣 美國用這個條款去排除了一位叫 就是中國的這個月球探勘工程中心的一位副主任 就是余國斌 那當時他也是拒發簽證給他 那就是以他的這個工作背景為由 那所以在過去其實太空的合作 如果我們看聯合國的這個規範的話 有這個太空條約 其實它這個太空是一種自由的使用 而且是一種公益的使用 無排他性的使用 然後非軍事化 換句話說其實這個太空的合作 應該是各國要能夠共同來達成 那在這個2020年的時候 其實美國有一個叫Artemis Accord 就是他們有重新再去簽了一個這個協議 這個協議是邀請美國認為認可的國家 大概二十幾個 他們就一起加入了共同來探勘月球跟火星 還有這個其他太空星體的這樣子的一個協議 可是這裡面中國跟俄國是被排除 又沒有再次沒有中國 又沒有放進去 對 所以其實看起來 就是從這個沃爾夫條款到後面這個Artemis 看起來這個美國是在這兩個步驟上 其實他就壓根沒有要邀請中國 那這個這個框架我覺得很容易理解 就是雙方認為彼此在太空的技術上是競爭的 而美國認為他有若干的優勢 他不想把一些秘密給中國 但是反過來想 其實現在中國在這個太空的科技的進步 其實速度也很快 所以他很快的拿到了這個月球背面的樣本 那美國他在這個推進他的太空技術 這幾年他有一點方向有點不一樣 他把這個力量分給民間 比如說SpaceX 就是透過SpaceX去發展這個登月小艇等等 所以他有一部分的技術其實是跟民間合作 那因為給了民間 所以美國就覺得說 那民間也是政府以外 所以我們要增加一些些的管控 可是這個管控的過程裡面 他必須要排除一些中國因素 那所以到最後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在太空發展型態轉變過程的 一個副產品 而這個副產品 其實對現在的美中競爭也好 或美中關係也好 其實應該是不利的 或是對全世界的這個太空合作的進展 其實應該也是一個比較 我認為也是一個比較負面的因素 好 所以多年來 其實這幾十年來 美國就一直把中國大陸在這個太空領域的合作 排除在外 那我們剛剛也特別談到月球 現在也都成為美中太空爭霸的一部分 那大家還記得我們上次談到 中國大陸成功從月球的背面 採得這個圖腦樣本之後 我們也繼續看到 美國NASA也計劃說 接下來呢 他們要在2026年完成這個叫做 阿爾特迷斯3號的載人登月的任務 但是呢 美國的航太工業採取的是軍工的複合體 好 這個軍工複合體 其實是由三方來一起合作的 這三方包括了政府私營的承包商 還有國會一起合作 所以會比較多的問題 現在面臨到的問題就是延期成本操支等等 那針對此我們也來看到來自於法國廣播公司的報導說 NASA甚至有在考慮喔 現在要來調整這個計劃 甚至是不是要放棄太空人登月的這個計劃 如果我們說如果 美國真的2026年的時候 下雨人登月可以能夠扭轉目前在月球研究落後大陸的問題嗎 現在看起來失敗會延期的風險會高嗎 將軍有什麼解讀 我認為就從結構性來看 因為美國的這個航太研究是屬於整合型的 它包含了承包商 包含了政府 包含了國會 還有包含了利益團 你把它整合起來 那整合起來的話就會有這些利益的糾葛 那利益的糾葛就會產生這一方面計劃的延宕 因為各個承包商它有各個條件 它有它的智慧財產 它有它的利益考量 另外它有跟其他的這種系統相不相容 你要去整合有什麼困難 那個中共這一方面是它是一體化的 它是國家導向 那國家導向的話 它整合跟管控 它是一體化 非常的有效率 那這種高效的狀況之下 它執行起來就很快 而且當初中共的 它的國家的政策就兩彈一星 一星就首先發展人造衛星 人造衛星就是太空科技 所以很清楚 它這當初的時候在1970年代 也就是60年前 它就開始制定這個計劃 兩彈一星 那已經形成重點 所以它在這個太空的科技上 是有一定的條件 那這個世界上任何國家 要從事太空科技的發展 跟開展 是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我們知道 那一定是高科技 你太空的話 上面在臨時這種 在真空的狀態下 跟地球大氣環境是完全不一樣 高科技 第二個一定是高價 那高價的話 這個投資的成本 投資的金額是非常的龐大 那你政府也沒辦法這個抑注 那美國現在我們來看 它的財政上是有些困難 因為國債非常的重 而且通膨還有各方面的考量 那美國以前的這些 這些它的科技的太空科技的基礎 都慢慢的在這邊消失當中 所以我們來看 美國在這一方面 想要跟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保持優勢 那是有一定的困難度 來看 那第三個我們知道 航太科技一定是高風險 不能有任何差池 你有任何差池的話 一定會形成重大的災難 像美國的哥倫比亞號 美國的挑戰和太空梭 都曾經在起發射階段 跟回來的階段墜毀 因為它是高風險 都要非常的謹慎 那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呢 它因為有後發的優勢 那後發又怎麼看呢 因為三個條件成熟了 第一個我們知道 現在都是模組化了 以前是這麼做鏈接鏈 現在不是整個模組機器 一組合起來就是一個整個機器 整個的太空船 或者整個的太空艙 它是模組化 非常的方便 由模組來組合 那比以前的話 整個這邊做鏈接的組合 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 合成材料 因為合成材料 讓這些太空船 讓火箭已經輕量化了 讓長征五號 所能夠仇載的增加了 然後它的發射的風險降低了 成功的機率提高了 OK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變成合成材料輕了 第三個我們知道就是AI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廣泛的應用 取代了人的智慧去了 那有的事情就交給AI去取代 那這樣的話 整個太空船要去發射 或者整個它的天空太空站 要去做運作的話 人工智慧 有些把人的智慧分憂解牢 所以人更能夠集中它的智慧 跟技術來做科學的研究 變成這個狀況了 所以後發現這個條件已經成熟了 中國在這一方面 就剛好趁勢而為 把這個太空科技用起來了 那我們知道 美國在今年年底的總統大選 11月5號投票 那美國會不會 拜登跟川普 那如果是改成換代 那如果是川普上來 他的太空的政策又是如何 可能他會做調整 又不一樣了 他有沒有辦法一以貫之 然後學著這個政黨的輪替 民主黨共和黨是輪流的執政 太空科技的它的政策是不同的 那他有沒有自制太空科技於重點 或者是要民生科技為重點 或以經濟發展為重點 這個太空或者軍事來為重點 這個太空科技探月計畫 或者登月計畫 會不會有所遲滯或延宕 那跟著這個政治的這種 我們知道政治結構的組合 就會做牽動 所以我們先來看 那要看 目前來看的話 我認為要看將來的川普 川普這方面的太空政策是如何 現在的話 我們按照這種成分成數來看的話 我說那如果是川普的話 那川普跟拜登的太空政策 會一致嗎 會有差異性 那差異性 他是比拜登更重視太空科技的發展 還是說他會做修條 那又不一樣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政府的政策 也是決定太空科技發展的一個關鍵的重要因素 不管是美國或中國 其實看到的是都是國家級的大戰略 有關於在太空領域上面 剛剛我們看的是這個官方的競爭 現在我們要來看到 那民間的方面的競爭又是長什麼樣子 這是來自於北京天兵科技自主研發的 我們要來特別關心的是天龍3號的這個火箭 好6月30號在河南進行發動機的測試的時候 但是不幸的發生了事故 火箭從試車的這個架上意外起飛升空 接著山區墜毀爆炸 天龍3號小檔案在觀眾朋友來看 它是為中國的衛星互聯網新作建設 量身打造的這個大型一體的運載火箭 產品性能說對標的是美國的SPEXX最新型的 獵鷹9號火箭 那事實上在過去SPEXX的獵鷹9號火箭 也曾經有兩次失敗的發射紀錄 我們來請大使來幫我們看 這一回中國的這一款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天龍3號火箭 未來的機會挑戰又有哪一些 有可能越做越有 追上美國最新的這種科技水準嗎 對 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這個航天 尤其衛星發射火箭 載具火箭的 它現在走私營化 由民間乘包乘艦的 這個趨勢是已經定了 所以這一次出事的火箭 它是一個民間的公司 它是北京天秤科技 那除了北京天秤科技 不過它這一次發射失敗的火箭 是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很詳細 應該是就是說在部件將來 所以6D時代的低軌衛星 那麼低軌衛星 因為6D基本上它的這個中繼站 基本上就是透過低軌衛星 不再透過這個地面上的機器台 那它的這個涵蓋面 涵蓋的面積 還有說它的這個傳播的速度 還有它的這個量 都可以大幅的提升 是6G成敗的關鍵 所以這一類的這種將來的衛星 低軌衛星 那麼可能就是由這些民間 大陸民間的廠商來承辦 就跟美國現在一樣 美國現在這個Space Act 就是馬斯克的公司 它基本上就在發展太空的低軌衛星 那麼它的主要的一個主力 就是它的這個 Space Act 烈鷹9號火箭 你剛剛提了 出過兩次試 也有說出過三次 因為它已經時間有一段時間了 上一次出是在2016年9月 再前面一次 2015年好像有一次 可是2017年好像也有一次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民間的火箭 事實上的話 安全性不如好像就是說 公部門的火箭 像大陸的長征系統的火箭 出世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那就是說這一次 大陸天明科技的這個火箭 基本上它的基本上 就等於說是中國的 SpaceX的烈鷹9號火箭 它的特色是它的層 它的載重量是非常的大 載重量都非常好 它是用液體 液態燃料 可能載重量推力是比較大的 那而且是不是能夠重複使用 可能它有些部分 將來也是有重複使用 因為要降低成本 因為它必須要長時期的承載 這些所謂的低軌衛星的部件工作 所以呢這個我覺得 現在說實在就是說 6D要到2030年 大家預計就是2030年 進入到商用階段 我們去年也看 大陸也已經開始了 這個低軌衛星的部件 當然就是說看起來 是由民間的這些火箭公司 來進行這些發射工作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失敗 天龍3號火箭衛星失敗 我們得到它失敗的原因 並沒有很多 可是它到底是在空中就爆炸了 那所幸是沒有造成地面人員的傷亡 那不過會不會影響到 將來中國大陸 就是說6G 進入6G時代 最重要的這個低軌衛星的部件 這個我覺得還在觀察 不過基本上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科技的話 如果說在不同的這些團隊 不同的整個的企業文化裡面 來處理的話 我覺得它的風險質量會增高 因為中國大陸 比如說這個 嫦娥6號最近結束 最近完成任務 當時這個Wall Street Journal 它有一個評論 它寫得非常清楚 中國大陸的這個航天 這個探索外太空 包括月球啊其他小星星 他說過去這麼多年來 幾乎在毫無瑕疵的狀況上執行 所以失事率非常的低 那相對的美國這幾年的 太空這個各種行動 失事率蠻高的 當時美國這個 這個所謂的太空縮計畫 最後所以收掉 就是因為太空縮 帶了六七個太空人 眾目睽睽之下 火箭上扣以後 在空中解體爆炸 所以造成美國 最後這個太越 這種整個的太空行動 受到強大的阻力 到了現在有一點退化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這種尖端科技 真的是差之好力 失之千里 那我覺得就北京天津科技 這一次的失敗 我想不會影響中國大陸 整個的這個航天計畫的推動 因為可以看出來 大陸的整個計畫 實在是一個接一個 是非常密集的 而且是前後連貫 計畫的很長遠的 所以希望能夠多得到一些 這個火箭為什麼失敗的原因 那會不會影響到中國大陸 6D的整個的低軌衛星的部件 也是我們大家都還蠻關心的 這個是一舉介紹了整個2030年前後 會開展的火星採樣的返回任務 還有木星系的整個探測任務 好 帶大家來關心 這個是由國家航天局的副局長 所親上火線的 這位是變質鋼 那麼除了月球的探測之外 接下來任務是接下來的5到10年 要完成的4次行星探測 包括了天問2號小行星的探測 這個是2號的部分 再來看到3號 天問3號是火星的採樣返回 另外還會有天問4號 這個則是著重在木星系的探測任務 等同現在中國大陸行星的探測工程 是已經獲得了國家的正式批准 我們看到中方在世人面前 公開完整陳述接下來的整個行星探測任務 不純粹只是在展現信心而已 還有包括了科學的驗證理論基礎 都包含了在這個階段性的當中 接下來行星探測的關鍵指標會是什麼 中方將一舉將宇宙科學領先 地位在拉開嗎 委員怎麼看 中國古代的用語非常的精妙 天問兩個字就是問天 中國人要問宇宙 中國人要問上天 中國人要走向宇宙 走向月球 走向火星 走向木星 所以天問1號2號3號 一直到未來的4號 都會有一連串宇宙探測的任務 這個探測不只是探測近地這個小行星 因為小行星有可能對地球造成威脅 所以有能力探測小行星 未來就有能力參與阻擋地球的災難 同樣的探測地球系統之外 大家首選的就是火星 因為火星被認為有很重要的科學探索的對象 那如果再進一步到更遠的木星 那就是一個更大的一個成就 目前有辦法探測到木星 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就是美國 那中國加上去第二個 雖然是後來但是要沮喪 雖然是後來但是比較什麼 要超英要趕美 當然英國早已經落後才是後面的 所以這次裡面我們可以發現到 它不只是一個純粹科學理論的問題 如果要講究宇宙的科學理論 那個俄羅斯不差 那個印度也不差 英國也不差 德國也不差 但是要有一個很龐大的科技工程 你才有辦法順利發射火箭 衛星然後順利去各種登陸器 探測儀器 這裡面只有中國現在日益發達的這種科技工程 注意到科技工程是裡面的決勝負的一個關鍵 要不然你理論一大堆 當然要有理論基礎 才有辦法在科學工程 科技工程裡面去設計出非常微妙的一些儀器跟設備 比如這一次的探測這個月球 到月球表面去挖這個土壤的工作 大家都不可能想像多少說 那個上升器本身溫度會高到1000度 高到1000度整個搞不好上升器從裡面燃燒掉了 中國科技學家工程師能夠想到 用一個像澎澎群的方式去阻擋在月球裡面的一個熱氣 這裡面在其他國家以前都沒想過 以前只想到說我把上升器做得又大 又有冷卻系統 現在都不必 所以科技工程源自於中國的所謂工業基礎 有一個龐大的工業基礎 再加上一個理論科學研究的前沿式的突破 使得中國今天能夠推出天問系列 天問系列可以使得中國的這種太空科學的發展 在全世界我們不敢講第一 但是第二除了中國以外沒有人敢講 也會讓原來居第一的美國覺得心生恐懼 但是美國人小鼻子小眼睛老是想到說 你中國會不會把太空當作武器 你會不會在地球上的外太空裡面設置什麼武器 增強你的國防力量 美國人在講自己 他目前幹了這些事情很多 全世界有搞太空軍的第一個就是美國 那第二個俄羅斯叫天空軍還不叫太空軍 然後中國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太空軍的一個設置 所以想要打太空戰只有美國 但美國想要獨佔太空戰的優勢 中國這樣不斷地突破 雖然中國沒有講說我要有太空軍 也沒有講說我要發展太空武器 但是已經讓美國覺得有高度的威脅了 可是我是覺得科學探索本身 從伽利略這個哥白尼以來 就是人類文明的進展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整天想的就是跟戰爭有關係的 所以我是希望中國跟美國我們大家來 一個公平的合理的符合聯合國所規定的太空的法令的相關的規範 一起來競爭 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 而不要想東想西 好 有關於美中太空上面的競爭 等一下請李老師我們來進一步看 進一步補充 我們持續來看到其實呢 短短兩天時間 現在嫦娥6號才在這個內蒙古四指 王岐預定區域正式的著陸 那攜帶的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就是來自於月背的這個月球樣本 接下來嫦娥7號的部分 還會開展月球急區環境還有資源的勘查 嫦娥8號的部分則是開採的是月球資源就地利用它的技術驗證 好 特別注意到的是中國航天局也表示 未來中方還將會和國際喔 一起來共商共建國際的月球科研戰 好 一起來共享共用這些月球探測的科技結果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探勘在水濱太陽能領域 都獲得了進一步的認證喔 那麼未來月球南極基地的建立就會特別重要 將會有助於這個的建立 這麼重要的資源 中方希望國際一起來做 這和美方的那套大院高牆 可以看到明顯的不一樣 介教室如何看 對 其實這個科技的發展 通常就是說國際的合作 大家互相交流借鏡 對科技的發展是只有推進的作用 不會有什麼 不會有往後拖 所以就是說大家可以多交流 多溝通 多合作 或者共同做一些這些計畫 其實對於科技本身的發展 是絕對有利的 任何一個國家說 這個東西我這個 我只准我玩 別人不能玩 我不跟你分享 其實這個過程中 它自己就已經造成損失了 美國它這個排斥中國大陸 它也是搞國際合作 所以現在太空 美國的這個國際太空 太空站裡面 事實上有各國的太空人 就唯獨中國人不能參加 這個在2013年7月時候 美國國會通過一個法案 那個中間有一個條款 叫沃爾夫條款 就明白規定 美國這些敏感科系不能跟中國合作 大家都可以 中國不行 就除了中國 所以有好幾次 這個美國在舉辦這種 太空科學研討會 中國的這個科學家都到了 結果美國政府出來干涉說 這個中國科學家請離場 這個在科學界來講 以這個沒有這種政治偏見 或者這種地緣政治 這種偏見的這種科學家來講 這是非常大逆不道的 那所以中國大陸事實上 也是走這條路 事實上這一次嫦娥6號 事實上它上去的時候 它有跟四個國家具體的合作 第一個義大利的一個器材 叫漫游雷射角反射器 這是義大利希望藉著這次 這個嫦娥6號到月球背面 把這個探測器把它帶上去 中國要帶上去 另外還有歐洲探空總署 一個負離子的探測儀 那麼也許中國大陸也探上 那我幫你帶上去 對不對 那最後還有這個法國的 它有一個冬器 這個冬器是一種特殊器 探測儀 也隨著這個嫦娥上去 這個就是大家互相幫忙 另外上海交通大學 跟巴基斯坦的太空科學研究所 他們合作的兩個太空攝影機 也隨時這個嫦娥6號一起上去 所以這個國際合作是 應該是國際上的一個通力 那中國大陸沒有通過任何法律說 不跟美國人分享 不過這一次這個從帶回來的 從月球背面帶回來的這個 這些樣品 樣本 其實這個外界傳說很多 美國人特別有興趣 因為從來沒有人類到達那塊 那塊地方 那麼尤其月球的背面 因為最主要他們認為過去是 它是有水的 所以另外還有一些可能 這個地球上很稀缺的這種 礦物質 那麼很怕被中國大陸發現以後 藏屍 以後就上去把它建立 月球殖民地 就大量開採 就可以生存了 這樣子美國在地球上就不好混 所以美國事實上 通過很多管道希望中國大陸 這一次把這個 從六號的帶回來的一些樣本 也好 給他們分他們一點 那好像中國大陸還沒同意就是 那當時1969年 阿姆斯上上月球以後 事實上它那個 從月球上拿來的礦物 它有送給各國 就是說它是展現國威 那時候我記得我小時候 那個美國的那個 月球的那個 那塊石頭還到過台灣來 美國人到處獻保 就是說 這是我們美國人 從月球上拿下來的 那我覺得中國大陸 它現在這個月球的開發 對月球的探索 接下來一些小行星 甚至對火星 這些探索 我覺得很大的還是一種 科學的研究為目的 因為人類這個探索 地球已經差不多到一個 一個程度了 宇宙的探索 事實上是怎麼講的 是真的是人類發展 下一步 也是可能開啟一種 無窮無盡人類的一種 生存發展的一種未來的 那我覺得就是說 事實上 美國在1969年登月以後 這個登月計劃 它就停止了 就很奇怪 而且聽說它那個檔案 也銷毀了 就讓我想起來了 在明朝的時候 鄭和下西洋的時候 哇 鄭和下西洋 九下西洋 還是七下西洋 那個時候是中國的科技 尤其航海科技 然後航海是個中國科技 那是世界直於牛耳 可是後來也不曉得為什麼 這個明朝皇帝說 很多大臣說 不要再玩這個了 我們不要再去搞這個 什麼鄭和下西洋 勞民傷財 沒有什麼時效 也是一樣 把那個檔案也毀掉了 所以中國的 中國人讀中國歷史 常常就在說 讀到這一頁都是什麼 眼眷嘆喜 怎麼會鄭和那個時候 如果說 那這個世界 這個海洋大發現是中國人的 那現在這些世界大地 各地都是我們中國人的這個 足跡 怎麼會到最後 到了這個1842年 淪落到被這個英國一個 醉兒小邦 對不對 幾個山島的民族 打著落花流水 然後度過了 殘淡的一百年 所以今天我們 我們人類歷史我們往前看 還有這個萬年 數萬年的前景化 那今天其實是探索太空是一小步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真的在 我現在在想著 還在想 有一天 我們人類在太空上 發現了我們的未來 然後我們太空之四 都是爆炸性 超弱我們現在能想像的 都是中國人造出來的 你想想多光榮 我們都認為 這個地球都是 這個歐洲人地理大發現 中國人交了歷史白卷 那我覺得在下一段 下一階段 人類的發展跟未來 中國人可能就會在太空科技的 這樣子 這種大爆發式的進展 可能會成為這個地球上人類 最受大家尊敬的一個民族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 全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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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觀點